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乎不必考虑操作系统和硬件的区别 图形API由硬件厂商实现 往下翻译成对硬件的操作 久而久之人们发现 同个API的不同实现也存在大量可以公用的部分 于是API的实现又进行了分层 增加的一个抽象层称为设备驱动接口 DDI DDI往上属于操作系统 负责数据有效性检查 内存分配等 DDI往下是驱动 负责各个硬件特别的部分 相当于操作系统把API翻译成DDI 驱动把DDI翻译成对硬件的操作 这就是图形API软件站的架构 当然这只是理想状况 现实中往往会有所调整 尤其是操作系统本身就分为用户态和内格态 使得组合更为复杂 下面我会以几个有代表性的API为例 看它们现实中的架构 第一个是微软的DDI 3D 这里只讨论Windows上的官方实现 这个API不跨平台 但跨厂商 在Windows XP的时代 软件站就和理想状况下的一样 操作系统提供一个D3D Runtime 往上是API 往下是DDI 厂商提供一个内核态驱动 这个框架称为XDDM 然而随着对稳定性 性能 共享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 到了Vista时代 Runtime和厂商驱动都进一步分成了优物态和内核态两部分 这两部分里分别有自己的DDI 当程序调用D3D API的时候 D3D Runtime会进行一些数据验证 经过用户态DDI到达厂商提供的用户态驱动UMD UMD把Shader字节码编译成厂商专用的指令 转发命令对列等 传到内核态 内核里的Runtime部分叫做DXG Kernel 做显存分配 设备中断管理等 经过内核态DDI调用厂商提供的内核态驱动KMD 做一些地址翻译等厂商专用的操作 最后传给GPU执行 这个架构称为WDDM 把驱动分为用户态和内核态 并把大部分代码移到用户态 能大大提高稳定性 又因为D3D Runtime和DXG Kernel 这两个操作系统组件的存在 厂商开发驱动的过程 从作文体直接变成了填控体 工作量大大减少 这还使得不同厂商之间的区别变小 总体质量有所提升 结果Vista之后因为驱动造成的蓝屏 远少于XP的时代 多年以来 D3D发展出了很多版本 目前最常用的是9、11、12 每个版本之间的API和用户态DDI大不相同 代码没有多少兼容性 每出一版程序和UMD都得大改甚至重写才能用上 第二个例子是跨平台而且跨厂商的图形API OpenGL 它由Chronos发布 Chronos只组织标准协商会议 API要支持什么 还得看组织里的软硬件厂商 在Windows上 OpenGL和微软自己的D3D存在直接竞争关系 以至于微软一直想方设法要在Windows上掐死OpenGL 但多次尝试都因为用户的强烈反对而做办 Windows并没有为OpenGL做多少事情 只是提供了一个框架 叫做可安装用户驱动ICD 让硬件厂商实现OpenGL runtime的UMD 到了内核态 也要经过DXG kernel和同一个KMD 到了Linux OpenGL有两种实现方式 一种是完全由厂商实现整个OpenGL 另一种方式是基于MESA的框架 MESA提供了一个开源的OpenGL runtime 并通过DDI调用厂商驱动来操作GPU 后来进一步扩展出了对OpenGL ES Voken等API的支持 OpenGL从90年代初的1.0到最后一版4.6 都是向下兼容的 当时的代码现在也能用 不管在哪个平台上 OpenGL本身都是一样的 只是和窗口打交道的部分率又不同 程序的平台适配并不难 OpenGL ES甚至把窗口系统给抽象出来 成为EGL 进一步简化了跨平台 注意 虽然OpenGL和OpenGL ES非常相似 但只要提到它们 几乎总是只涉及它们不同的部分 因此应该把它们当作两个不同的API来看待 还有个代表性的API是NVIDIA的KUDA 它是跨平台的但不跨厂商 正式来说只能在NVIDIA的GPU上跑 这是一个只有计算的API 需要的话可以和其他图形API交互 把计算的结果交给图形揪水线 但更多时候KUDA被用来做纯计算 比如有线源模拟 神经网络训练等 KUDA提供的一些功能并不存在于图形API里 并不是更高层的抽象 比如KUDA一开始就提出了Shield Memory这个概念 用好的话可以显著提高GPGPU的效率 这在当时的图形API里是没有的 只能通过KUDA 后来的Compute Shader也是受到了KUDA的影响而设计出来的 横向比较一下现在的API 有这么一个规律 KUDA和MEDA这种从软件到硬件 都是一个厂商拥有的API 在硬件有的新功能之后 可以直接通过API暴露出来 不需要跟别的厂商讨论 反应很快 OpenGL OpenGL ES Vulkan 这三个API的模式 都是Kronos拥有接口 硬件厂商拥有实线 在设计中使用了字底向上的方式 他们都提供了扩展机制 可以在不更新API版本的情况下扩充API 一个厂商的硬件有了个新功能 它只要提供一个扩展说明 写清楚如何使用 在驱动里实现这个扩展 程序就能用上这个新功能 如果其他厂商对这个新功能也有兴趣 就能经过讨论深格层多厂商扩展 之后还能进一步深格层 Kronos公认的扩展 最终进入新版本的API 这个流程 使得新功能可以让一部分人先用起来 在使用中逐步完善 而D3D的模式是微软拥有接口和上层实现 硬件厂商拥有底层实现 在设计中则是自顶向下的方式 没有正式的扩展机制 流程由微软牵头 跟硬件厂商讨论新版本的D3D应该有什么新功能 接口应该怎么样 一旦定下来就都定死了 即便又有了支持新功能的硬件 也至少得等下一版本的D3D才行 周期在6个月以上 甚至有过3年才出新版本的 所以长期以来D3D对GPU新功能的支持 往往慢一拍 顺着时间纵向来看API 可以看到他们发展趋势是变薄 把更多的事情交为程序去做 而不是Runtime和驱动 因为程序知道自己的意图 不需要让API去猜 这个改进结果就是执行效率更高 这几年出现的D3D12和Volkan 都是响应的这个趋势 这样的API显得更底层 而用它们来开发 更像是在写驱动 要做大量的细节操作 还好 一般来说API网上 还有个渲染引擎的抽象层 可以把不同的API抽象层 同样的接口 这就把新API使用麻烦的缺点抹平了 同时获得新API带来的效率优势 从前面说的分层架构可以看到 GPU执行的是驱动发来的操作 并不知道来自于哪个API 所谓的GPU支持哪个API 其实指的是GPU厂商提供了哪个API的驱动 所以说GPU支持什么API的什么功能 都取决于驱动 以前出现过这种情况 NVIDIA GeForce 6800硬件 并不支持32位浮点混合 但它都分居要驱动数的支持 当程序用到这个功能的时候 驱动切换到软件模式 模拟实现浮点混合 这没有任何问题 仍然是个有效的实现 只是效率有严重损失 另一方面驱动和操作系统高度相关 即便同一个API 在不同操作系统上 驱动也完全不一样 换一个操作系统就得重写一次驱动 比如高通的Adreno GPU 在Android上支持OpenGL ES 而在Windows上支持D3D 就是因为他们在不同平台提供了不同的驱动 并不能因为在Android上支持OpenGL ES 就以为他们自然而然也能在Windows上支持OpenGL ES 这一点很多自以为是的人都翻过去了 前面看到软件站的架构和一些常规实现 接下来来看一些不一样的做法 实际上在整个架构里面 每一层做的事情就是往下翻译 上下层之间通过接口隔离开来 上层并不需要知道下层是怎么做的 所以API不一定总要往下到达DDI 也可以翻译成另一个API 比如Angle是个在Windows上最常用的OpenGL ES实现 它只是个用户态的库 把OpenGL ES翻译成D3D11 OpenGL Voken这些 这就能在不改操作系统和驱动的情况下 提供OpenGL ES的支持 同类的还有Multon VK 把Voken翻译成MEDAL 解决苹果的平台不支持Voken的问题 还有更奇葩的D3D1112 它不是在上面交一个翻译层 而是用D3D12实现的一个D3D11的UMD 程序还是掉往原来的D3D11Runtime 但到了UMD之后 往上方回到D3D12API 再往下走 另一类非常规的 是软件模拟GPU 这样的驱动并不连到GPU硬件 而在CPU上做了所有的事情 MESA就内置了一个软件模拟的驱动 D3D也有一个 叫做Warp 注意别和上一期说的GPU现场的Warp搞混了 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只是故意蹭取速引擎的名字而已 同时也暗示速度很快 这样的CPU模拟GPU 可以辅助软硬件开发调试 比如发明一个新功能 硬件还没做出来之前 可以模拟一把 以此定义这个功能的细节 作为硬件设计的参考 在没有安装GPU的服务器上 这样的软件模拟 也可以临时用来跑一些GPU程序 同样的道理 驱动也可以把硬件操作 发到另一台机器远程执行 这就开启了虚拟GPU和云GPU的途径 那么程序调用了图形API 走完整个站 让GPU渲染之后 就直接写入征缓存吗 其实不总是这样 在同个系统中 多个程序同时运行 谁写入征缓存的什么位置 如何保证不冲突 这里还有一个往往被忽略的东西 叫合成器 Compositor 在不同系统上 有不同组件来充当这个角色 Windows上是DWM Android上是Surface Flinger 每个程序渲染出自己的内容 不写入征缓存 而是写入一张纹理 这张纹理提交给操作系统 Compositor拿到之后 再次调用图形API 把它们合成到征缓存 送去显示 这叫做窗口模式 每个程序有自己的窗口 所有程序共存于桌面 有的游戏会挤用全民独占模式 性能高一点点 就是因为绕过了Compositor 直接到达正缓存 但因为独占了 其他窗口就没法显示 甚至输入法都可能显示不正常 Compositor在各个操作系统里 都对程序透明 一般程序根本不需要知道它的存在 以至于在图形软件站里 很少有提到Compositor的 但在系统中 Compositor的意义是肉眼可见的 Windows上的毛玻璃窗底 MacOS上窗口动画特效这些 也都是Compositor进行的渲染 至此 GPU的软硬站已经补全 我们看到了 从上到下的整条通路 下一期将来看GPU图形流水线的一些细节 尤其是光山化这个操作 欢迎继续收看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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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